愤怒状态下的尤匹究竟有多恐怖 拥有魔兽血脉的他 能将全身的气转化为火焰 仿佛来自地狱的使者 他的双手直接化为长刀与盾牌 整个身躯也变为人马的形态 随后飞升而起朝莫老五攻去 面对他的疯狂攻击 烟雾分身们相继崩溃 但利息却在疯狂增长 尤匹继续保持这个状态 那么将在四分钟后破产 在天上不知为我毒损的影响下 三十天内将再也无法使用念 但此刻的莫老五已经十分疲惫 导致控制士兵的能力大幅下降 只能将他们分布在尤匹周围 然后任由尤匹斩杀 如今只能拖一秒算一秒 不久后尤匹成功斩杀所有紫燕机兵队 他已经学会将愤怒转移 所以想要战胜现在的他 难度将比之前大数十倍 不过他还是对莫老五等人提出夸奖 虽然能把他逼到这种城市 已经十分不错了 他会给值得尊敬的对手一个痛快 而莫老五也做好死亡的局务 可就在尤匹刀落下来的瞬间 莫老五居然消失不见了 尤匹看着刀尖的血 推测出他们中有人拥有透明能力 而救走莫老五的人正是梅雷翁 虽然暂时逃过一劫 但尤匹却跟着血液追了上去 就在梅雷翁的呼吸达到极限时 拿库鲁突然现身 希望尤匹放过二人和自己战斗 尤匹同意了他的请求 但前提是解除寄西器 莫老五听到这话立马现身 让拿库鲁不要管自己 他们付出这么多 不能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 可莫老五是他的师父 拿库鲁做不到见死不救 于是在尤匹攻击时 主动解除了寄西器 梅雷翁和莫老五彻底崩溃 这下再也无法击败尤匹了 但拿库鲁的内心并不厚无 他对尤匹怒吼道来战斗吧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尤匹居然放过了他们 他告诉众人 现在的他不屑杀他们 等养好伤后他随时可以迎战 之后便起身去寻找以往 听到这话拿库鲁意识到他们彻底输了 梅雷翁见状连忙叫醒他 让他立马带莫老五离开 可莫老五十分生气 让二人不用管自己 继续去拖住尤匹 然而拿库鲁却提不起作战的勇气 因为尤匹放过他们的行为 让他觉得对方并不是坏人 所以没有了杀死对方的决心 这时诺布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 克服不了内心恐惧的他已经变成秃头 他告诉拿库鲁 问题并不在于士兵的本性如何 因为只要以往一声令下 他们就会立马变成恶魔 所以一定不能手下留情 之后他准备带着众人离开 毕竟会长已经将以往引走 不管护卫要采取什么行动都来不及了 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但拿库鲁和梅雷翁却选择继续留下 毕竟护卫队可不止有匹艺人 而在另一边 会长和以往已经来到一处荒芜人烟的战场 接下来将没有人能打扰他们的战斗 可以往却突然询问 明明没有胜算为什么还要战斗 尼特罗心中不服 表示以貌取人的话 可是会吃大亏的 以往说出他出生的目的 就是为了统治世界 所以人类在他眼中 跟家畜没有区别 但现在他明白了 世上也有值得活下来的人 比如小麦这类人 他在尼特罗身上也感受到了特质 所以现在停手的话 可以饶尼特罗一命 然而这句话的意思 是只放过他一人 站在人类的立场 会长自然不会答应 以往说出人类世界充满着不公平 有饿死的小孩 也有着掌管一切的废物 将世界交到他的手上后 他会打破这种差异 虽然这个过程会充满杀戮与暴力 但他绝对不会把力量 用来欺凌失败者 他之所以说出这么多话 就是希望尼特罗能够站在他那边 这些话让尼特罗的内心产生些许动摇 但他明白人类和嵌合意之间 他们早就下达了死命令 要不择手段灭绝对方 而以往为了利益 随时都可能倒向另一方 毕竟非我族类齐心必赢 所以尼特罗会长决定 还是应该早点解决对方